香港有超過10萬人被睡眠窒息症困擾 睡覺時多次出現呼吸暫停而窒息 每一晚可以發生十幾次甚至數百次 所以早上起床總是覺得很累 好像沒睡過那樣 不過大部分患者不知自己有睡眠窒息症 現在有一隻指環只是需要睡覺時帶著 就知道風險有多高 怎樣去改善 這隻指環正是由香港工程師研發 2017年面世 至今已經拿到七個獎項 這隻指環其實使用很簡單 只要用家在睡覺前戴上手上去睡覺 就可以拿到你一晚的數據 睡醒之後就把它放回機座上 機座會記錄下你一晚甚至幾晚的數據 之後可以去醫生或人端 醫生可以立即透過AI運算之後就有一個報告 我們這隻指環跟一般市面上的產品有分別 一般市面上的產品 一般是可以量到身體的動作和心跳的數據 它們都不是醫療的產品 大約這隻指環除了醫療產品之外 還可以量到血氧值和自主神經的反應 醫生可以透過以上講過的 不論是血氧或心跳動作和自主神經的反應 這些數據可以分析到 導致人的睡眠窄息性風險有多大 還有一些跟睡眠健康相關的影響 都會見到失眠對你睡覺有幾多的關係 原本我們開始錯誤的時候 就打算是做這個睡眠監測的儀器 但是我們在做了三個月時間的市場調查 還有一些專利的分析報告 和一些專業人士去討論過之後 發覺市場上是需要一些 比較準確和舒適的策略 我們所以就慢慢就隨著這個 醫療級別的配戴的指環去發展 但是發覺原來醫療指環所需要的資金 或者是規模原來是遠比我們想像中大的 發覺真的玩大了 所以我們就找了幫忙 看看可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找了這些學問 看看可不可以有什麼advise給我們 培靈指環去年拿到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醫療認證 大大有助她拿到醫療機構的信任 目前客戶包括醫院 大學、體驗中心等 市場除了香港之外 還有美國和台灣 化學生 och營 所以我們會看到 我大概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 會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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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